麦当劳是一家以快餐业为核心的企业 但在经营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经营模式 被称为房地产策略 这使得房地产在麦当劳的运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麦当劳的发家时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 1940年 理查德·麦克康纳和莫里斯·麦克康纳兄弟 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附近的圣贝纳迪诺市 开设了一家小型餐厅 他们将其餐厅改造为一家快餐店 通过引入流水线生产方式 大大提高了食品制备速度 这一创新使得他们的餐厅能够以快速 经济高效的方式提供熟食 1954年 一位名叫雷克罗克的推销员来到这家餐厅 并被其高效的运营模式深深吸引 雷克罗克看到了这个商机 并与麦克康纳兄弟达成了一项协议 以克许经营的方式推广麦当劳品牌 雷克罗克于1955年在伊利诺伊州 迪斯普兰斯开设的第一家麦当劳分店 从而开创了麦当劳的连锁经营模式 我们接着说麦当劳的房地产策略 麦当劳将大部分餐厅的土地和建筑物购买下来 并以出租的形式提供给特许经营商经营餐厅 这种模式使得麦当劳可以通过租金收入稳定获利 并降低了特许经营商的启动成本 此外麦当劳还会以房地产为抵押来融资扩张 利用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和房地产资产来吸引投资者 因此麦当劳的房地产在其商业模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发展资本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麦当劳在房地产方面有一定的特殊策略 但它仍然是以快餐业务为主的企业 麦当劳的主要利润来源仍然是通过销售快餐产品和品牌授权来实现的 麦当劳还有一些其他有趣的故事 请接着观看 金色的拱门是麦当劳的标志性标识 它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认知 早期的麦当劳餐厅设计中这些钉拱门是作为装饰元素使用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成为了品牌的标志 1979年 麦当劳推出了麦勒基 它成为了麦当劳的招牌产品之一 并迅速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 这是一种用肌肉制成的小块状食品 推出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名叫罗伯特贝克的食品科学家 贝克是康奈尔大学的家庭科学教授 他与麦当劳合作研发了麦勒基的原型 早期的麦勒基是基于贝克之前开发的肌肉进次技术 该技术使肌肉更易于加工 并赋予了肌肉更丰富的味道 同年 麦当劳首次推出了儿童快乐餐 这是一种以孩子为目标群体的套餐 包含食物 玩具和其他儿童相关的内容 儿童快乐餐在全球范围内非常受欢迎 成为了麦当劳成功的营销策略之一 麦当劳通过持续的创新和成功的营销策略 不断发展壮大 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知名品牌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数千家分店 麦当劳的发家时是一个充满创业精神和商业机制的故事 展示了企业家的勇气和决心 谢谢您的观看 请加入这个频道 请期待更多有趣视频